嗨,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正在看视频的你 是不是在这一年里 听过不少这样的问候 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其实这一年还做了很多合集分享的视频 有哪些是你看过的吗 今天呢想要来做一期 手机可和夏天的夏装合集 春夏的外套合集 爱用粉底液合集 卫衣合集的美瞳合集的分享 包包合集了 拍包分享 秋冬薛死合集的相机的分享 还有每次视频开头 其实明明说了一堆废话 却还是要坚持说的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今年台一共录了六首翻唱视频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I say you won't let go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It's nothing like I ever known before And no matter what you do I still want the best for you I'm coming by 在放不开你的海 但让我最感动的是 今晚我们不曾见面 甚至你我在大洋彼岸 但是总感觉 大家真真实实地陪伴我 度过了这一年里的每一天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home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They can say it all 陪我从分校搬到了费城 再从费城搬到了主校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的这个room tour 新家的room tour 家里的猫 也从最开始的三只 变成了现在的五只 也不知道你最喜欢是哪一只呀 是家里唯一的小公主Kitty吗 还是总是忽散着蓝色汪洋 一般眼睛的腕腕呢 是永远一副沉蒙样子的狗蛋吗 还是胖的马上要抱不起来的宰宰 又或者是一直哭丧着脸的蛋黄呢 这一年你们陪伴我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陪我们一起度过了一周年 给Kitty过了她的三岁生日 一起看陪着无数人度过隔离日子的青春游泳 陪我度过了一段独居的日子 装饰了一棵比我还要高的圣诞树 阿萌和我也相继到了我们人生中的第21年 朋友们都还在的时候 视频总是充满了大笑 我们给狗蛋开了一个蛋蛋的欢送会 再带她去做了绝语 我也不懂就让我走 你这种老只的美食 你更喜欢在这种狗蛋的唱片里 一行间的一趟Galloway 还有这一年来 几乎每一碗都在电脑前剪片 我其实是一个厨艺很差的人 但也渐渐能开始跟大家分享 自己在家做的甜点和美食了 尽管其实大多数都是阿萌做的 还有在七月的时候 一起去见了七月 在新泽西的海滩上玩着仙女抱 在向日可回的花海里拍照 还有偷偷地给她准备了一个生日 虽然不知道下一次见面要是什么时候 还有一起去纽约见了西西亚 疫情下的纽约开放的大印餐厅里 终于留下我们的身影 这一年其实并没有三往年 一样去太多的地方 原计划三月份春假的欧洲之旅也泡汤了 但现在再看看这一年 往返这一城纽约 一路上的风景还是那么美丽 也罢 毕竟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去更多的地方 大家陪伴着我 从大儿还在分校上课 到疫情爆发开始上网课 再转到主校开始上我感兴趣的专业课 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没有回来美国 从前经常的聚餐 如今也变成了只有两个人的画面 其实分到这里 我的一年好像也就这么结束了 找到去年在纽约跨年 和妈妈还有阿毛在一起 而2020跨到2021 第一次身边没有了家人的陪伴 只愿新的一年 我们所有人都平平安安 万事胜疑 最后还想说的是 感谢大家一路来的陪伴 2021年的我们 将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前行 一起勇敢地追求 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未来光明路上 我们继续牵手相伴